大家好 今天是10月11日 星期四 講大市之前 跟大家講一宗 比較上 我覺得 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一些公司消息 就是華晨 1114 出了一個通告 講寶馬 就是華晨寶馬的合影 寶馬就會增持到 七成半 而華晨本身 會剩下兩成半 當然 有些代價 就是寶馬 向華晨 有一筆錢 我先講一句銀馬 不過 大概是290億人民幣 同時會答應 就是再注資 30億 興建一間新的廠房 這個消息 在市場上 都已經傳出了 為何想講這宗消息 因為 背後可能有一些特別的東西 大家要留意 第一 其實這宗消息 就是當日 在之前的時間 全國說 這個寶馬會增資 當時 華晨的股價是大跌的 為什麼呢 因為華晨本身 這間公司 其實有其他 做汽車的業務 不單做寶馬 但其他業務 其實是處於一個 虧損的狀態 即是說 其實華晨的核心業務 就是華晨寶馬 如果一旦 現在 人家佔大份 你佔小份的時候 按道理 你的業績 之後 會有影響 因為之前說 你分成五成 現在 分成兩成半 對於華晨來說 這不是一個好的消息 所以當日股價跌 是有原因的 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當然華晨會收到一筆的錢 剛才提及到 290億的資金 但問題是 通常我們說 這些做法 例如 某些注資的做法 或者是賣股權的做法 按道理 其實這是日價的 什麼意思呢 那個意思就是 假設這個資產 是值10元的 你要去買的話 應該 正常情況 但是很有趣 這次的作價 應該是 資金正值的價 有兩成半的價 他賣出去 即是 變成 這次是完全沒有日價 我就這樣看初步 這個文件 是沒有日價 即是 其實這次華晨 是有些 都沒有 是硬要 買資金出去的 這個也可能牽涉到 一些 中國和德國的關係 因為 這一段時間 你可以說 現在面對著 中美這麼多衝突 中國也要巴結 一些歐洲的國家 德國 作為歐洲的 就是 大哥 他做這一步 就磨了口飛 但這一下 就 華晨就賣了貨 而且 這次 他說 收到錢回來之後 他怎麼做呢 他可能會說 有機會 他特別認識 還有 他應該說 按照你做其他業務 開發的 應該也有很多業務去做 明天他就復牌了 但我覺得 就算他彈也好 也不要追 因為 其實這宗 當然解釋他彈的話 就不要追 因為 這宗的消息 其實不是什麼正面消息 甚至乎 他的作價 是真的沒有 特別貴到 沒有日價 所以 不要考慮 還有 其實 問題是 你賣完之後 你之後的盈利水平 真的很大 而 為何 他願意再注資30億 他的廠房 因為 之後 說實話 他佔七成半 沒所謂 廠房 有很多可能是 他吃了華晨 所以他不介意這樣做 不過 對華晨來說 這是一個 惡夢 真的 不要說他 因為 今天 汽車股 特別是筆器 跌得比較多 因為 筆器 都跟Benz 合影 所以 第一步 是這個寶馬 第二步 是這個 筆器 做這件事 不肯定 但有什麼機會 所以 汽車股 都是那一腳 難搞的 大家都不要佔首 對了 說完這隻股份 也跟大家說 大市的情況 大家都知道 今天的港股 真的可以說是 兩面夹擊 其實昨晚 也有趣 昨晚我睡不著 所以 看了美股 看了很久 差不多看了 然後 又睡不著 又看看書 又看看 發生的事發生什麼事 我想 我先說美股那邊 我可以歸納了幾個因素 第一 因為 特朗普 你可以說 他焚這個 FOMC 是之後的事 但是 他在交易的時間 其實 昨天 一開波一下 已經跌了很多 那時候 是因為 十年期債息上了去 但是 之後 其實是你下來的 看到債息 那為什麼會出現這個現象呢 很明顯是 一些資金 開始 之後 科技股 可能是 市路 轉移到 債 所以 出現了這個狀況 還有 昨天來說 科技股的跌勢 是比較強的 中概股也跌了很多 因為 最主要是 大行 幾間行 都出了一些 關於 調低 中資股股值的情況 所以 昨天中資股也很慘烈 好像 阿里巴巴那些 都跌得比較多 8度 稍為為了好些 但其他 除了衛來汽車 和守護星之外 全部都跌的 也跌得挺金的 而且 因為 昨天的時間 都有些 貨幣操控局 加上 本身 就是 IMF 第一 叫做 國家的 經濟展望 這些因素 令大家 對於 美股的行情 如果 有些理據 為何 價錢會跌的話 這些是 一些情況 當然 香港這邊 被美國拖著 另外 A股今天 市況 也是頑皮的 A股今天都跌85% 也很久 好像沒有見過 之餘 26、300 那個位置 跌穿 到25%多 即現在 25%多 其實 可以說 香港就慘了 站在中間 兩邊都差的時候 我們說過這邊 一定是頑皮的 跌過千年 合不合理呢 坦白說 其實市場的氣氛 一直都是差的 再加上 現在 美國這個比較強的市場 都跌下來 所以那個衝擊呢 相對是比較大 問題是 你很關鍵 你說美股能不能夠 今天來說 或者是今晚 有沒有機會 可以站得穩呢 兩體 嘗試跟大家分析一下 情況 因為 剛剛提到 你說特朗普 罵FOMC 最主要的原因 背後的原因就是 市場好的時間 他可以入自己的數 他經常性 之前強調 市場上升 因為他的政策做得好 但問題是 美國這一下震盪 他會永遠來賴 他會賴這個聯儲局 但我覺得 如果聯儲局的專立性 他看的話 應該不會理你的 他也會知道 之後的時間 會照顧加息 而且 因為美國那邊 比較特別之處 就是說很多 我想經濟的層面上看的話 都是有機會轉弱 還有 也要說回 亞馬遜的情況 亞馬遜 其實他之前 應該透露過 他會叫做家人工 其實這一下 如果你要再宏觀看的話 家人工這一下 有些啟示 因為 他會預計 聖誕 這段時間 好像會請10萬名員工 應該是兼職 兼職 因為他 那時候 會加 其實 我覺得 對於其他一些公司 都有壓力 是的 這個其實 每程度上 如果你再延伸出去的時間 是會令到企業本身 有機會 真的 時薪會增加 以及 通脹 有機會會慢慢 升上去 這件事 也可以說 對於 對於 聯署局來說 加息 有機會 會視乎必行 今年年底的時間 所以 氣氛上有沒有影響 我覺得是有的 當然 也要跟整個大市 或者 那個 例如 達息星 以及 Risk 這個指數 也有 Risk 這個指數 都有些關係 所以 美國 是難搞的 我覺得 是難搞的 而且 如果你看回 那些 由高位去計 即是高位回途的話 我可以做一些統計 其實 恆指 由高位去計 回落 2.4 各指 2.7 上重指 2.7 深乘指 3.5 不過 美股方面 比較奇怪 道指 由高位去計 回調的幅度 5% S&P 5.3 而Lasda 相對比較多 8.76 所以 現在 美股是否真的有 追跌下來 不敢趕著 看看今天 美股的情況 明天的時間 有些 美股方面 開始業績期 大家會關注的是哪些 富國銀行 JP Morgan 和City Group 又會出業績 所以 不排除都會看 業績的情況 如果你解釋出來 是正面OK的話 那 美股可能會有 彈回去 但是 看看業績的情況 因為 如果你是解釋出來的 業績 可能是 有些 鑽弱的情況 估值方面 有機會被人 下調 所以 這些業績的因素 大家都要密切留意 另外 廣告這一邊 提及到 市場 都是差一點 因為 始終 中美夾擊之下 香港都比較難 獨善其身 而且 始終大家都知道 都明白 情況 就是 你人民幣跌 對於 香港這邊 一些 信領公司的 營利 都有影響 美國氣氛差 也好 也有一定的影響 所以 現在 廣告的形勢 似乎有一點而是 急急可危 所以 我見有些朋友 都問 20萬川 沒有 都是 正公其變 現在這些市場 都是 不要亂加 始終市場的前景方面 都真的 不太明朗 所以 可以的話 都是再觀望一下 至於 板塊方面 其實 大部分 都是偏遠的 當然 資訊科技股 一定是比較差的 因為 剛剛提及到 中概股 都被很多 大行 調低了評級 調低了 股值 如果 香港的科技股 都面對同一個情況 所以 暫時來計 如果大家還未有貨 還是那句 等等 先 不要急 撈底住 很多貨 很多股份 是便宜的 但是 現在 入市 未必是一個 好的時機 有貨的話 還是那句 如果你本身 你覺得 拿著很多貨 心情壓力比較大 的話 先減些磅 這些都是 沒有辦法的 都要考慮減磅 那 你有沒有一些 其他部署的策略呢 先 先補判 先 解決完 之後 再等機會 等事定了之後 再想一下 哪些板塊 例如 其實呢 你有哪些板塊 有機會 可能會 在之後的時間 可能做得比較好一點 其實 我還是認住 比較穩陣陣的股份 例如 你270這些 是穩陣一點的 不過 都是那句 現在都能彈上來的 而且今天的跌幅 也不算很大 可以再等一等 最後 多謝各位朋友 留言給我 都看過大家的意見 都明白的 都會 盡量 都會 加油的 而且 你問我自己的話 我也是很欣賞 羅家聰 和 王sir 的 不過 我自問 可能手上有的資料 沒有他們那麼多 你要做一些很宏觀性 甚至乎 很多數字很厲害的話 都可以做不到 但我都會 盡我所能 因為我都會看這些報告 我都會 不過 大家想聽到一些宏觀的事情 甚至乎 這個市況本身也對 你把這個市況 什麼都不行 那 倒不如 大家部署 看看之後 有什麼 可能有些板塊 有些 發展方面 可能比較好一點的話 做一些部署 可能更像理想 對了 那就是這樣 明天再見 拜拜 拜拜